Hello 你是做她背後的女人 還是隔壁的女人 你才介紹 那個角色挺有趣的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那個女人 為什麼呢 因為管錢 我把我所有的錢都給她了 你說還不重要 我掌握了她的一個脈搏 但是因為我是真的 因為她說她的角色上是那些很大人大義的很大哥哥 所以花錢方面是很花火 很願意為身邊的人花錢 所以我 ask 她身邊就要 不行 這樣花不行的 要幫她賺錢之餘 還要看著你不行 這條數不行 這條數不行 就是做了這個 我本三婆來的 是啊 真是那個管閣 但其實我是對錢沒有概念的人 跟我真人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本人都把我的錢給我老婆 我現在連轉數快那些都沒有的 我什麼都沒有的 我只是拿著一張八達通 我覺得這樣是最安全的 也是 也是 那剛才是演十七歲 跟她是生蛋的演員會不會有對手 都是我 因為我大過她的 所以她來見宮的時候我都是演我自己小時候 去到天真可愛的時候就是家長幫我演了 那時候就是我們中學時代的一些東西 那時候我會跟她演 應該她是小朋友來的 那時候還在歌 阿美 甚至是之前有沒有跟阿桑說沒有合作過 K集沒有 K集沒有 好像說登台有 我們又唱歌 竟然 但是現在這樣跟阿桑合作 是不是拍了 有沒有拍了幾集的 未 明天才開始 但是期待的 因為阿桑 跟她的真人也約了一個很大的哥哥 而且很照顧一班我們這些小朋友 我當自己是小朋友 OK OK 有點後悔的 所以是整個過程是開心的 我們開工之前已經吃了 吃了開碗飯 我們又聚在一起 圍讀 聊了很多次劇本 所以基本上都 我相信大家都準備好 明天的開工 想不想在裡面打麻將 阿Sean應該要 我有打麻將 我有彈琴 我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有趣的事情會做 那我之前見你IG公開一張麻將照片 是你自己本身是要學習那時候練的 其實我覺得因為過年 我有些掛著我婆婆 因為為什麼我會學打麻將呢 就是我婆婆老的時候 我們陪她打麻將 就說婆婆公公打麻將 讓你的腦精神一點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麻將 除了你有少少玩錢之外 就是陪伴和一種家人的事情 每逢過年 因為很久沒有跟爸爸媽媽 就是我媽媽阿姨那些打 真的會掛著的 所以我覺得那樣是 出於掛著我的婆婆多於這些 我媽阿姨那些 又是在裡面露兩手 有喔 我們都有幾場 即是無論是家裡和外面 都有幾場要打麻將的場合 那我小時候都是 家裡人會是最迷在婆婆家打麻將 那些來的 所以從小到大都有接觸 所以都不陌生 那今次你再拍戲 外面有些人說是你告別作 還是你現在和TVB的關係是怎樣 還是你已經做了藥 繼續有合約在這裡的 還未完的 那些都是外奸講的 對我們來說 基本上有角色 有劇本 有好的發揮 都會很想去做 所以我又不覺得 會是最後的 還在談還是未 有 一直有談的 但未有新更新 因為之前有些電影公司 都有問我 都很欣賞你 是嗎 那你會考慮說 都試一下來的 會試一下電影 阿桑之前都有拍戲 那些導演都不斷賺他 啊 這個就是遇到 我這樣說 我覺得我們做演員的 就不分電影電視的 只要有好角色 有導演想合作 那我們當然開心 那接下來阿桑 你需要拍電影嗎 那些 我都沒有想那麼多 我現在只是想現在這一套 其實你不要說電影電視 我作為一個演員 我是一個很不安全的人 就是我經常都不相信自己 你以後拿到一個好角色 然後你其實 怎麼說呢 不是說 就是我覺得做主角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難得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我這次 會好好珍惜 一個監製編審 或者公司 給我們這一家人的一個機會 是我們 我應該這麼說 我珍惜這次我們 這班人的一個緣份 那和阿桑哥好像 阿桑哥說已經之前也有成功 是啊 那這次你還說 是不是對手戲會再多一點 其實一向都很多 我和他演過父子 我和他演過亦師亦友 演過我師父 那這次也都是 我覺得這次還會有趣一點 因為大家開始 再熟一點 所以我覺得 而且很甜蜜的 我覺得這次的劇本 賦予給我們每一個人 發揮都很多 嗯 那阿里 你這次 除了和阿桑會比較多 對手戲 還會有幾位演員 比較多 我們整個Family都 基本上 很多我們Family的戲 當然和阿桑哥那些都有 基本上都很平均 因為你們才說 用Family去形容 但我看你們的角色 全部不同 哈哈 所以就要看了 那就多了 是啊 是啊 所以大家真的要看 所以我剛才都說 我基本上這套劇 是三歲到八十都合家歡 大家都好看的一套劇 現在TVB的劇 都比較多人去討論 會不會到時到你們播的時候 都會有個期望 期望 沒有想不到 我只是期望明天開工的時候 大家開開心心 這三個月大家都來做好這套劇 差不多 差不多